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S1小提琴,别人家的小提琴,胜率高达89% 先知机械前锋冒险家,拥兵没搬掉了,那应该他是习惯性搬拥兵的 这套阵容虽然说脆是脆了一点点,但这套阵容它能修啊,对吧 已经是一个超修流了,三个修机速度的,三个修机人,外加一个前锋对吧 如果说前期牵制的好,前锋一波状就是,当然前期是牵制的好 你要想牵制这个小提琴的有点难,牵制这个小提琴的也有点难 这边这个口子后来改了一个板,因为我们在供员服测试的时候就是一个口 现在是改了一块板子,那也不错吧,这个板子对于两边来说都能接受 折中,打娃,好的,解释的位置暴露 但对于解释来讲也行吧,距离拉的比较开的,他可以这边放一个娃,然后人再拉走 尽量就是马拉松了,因为想牵制小提琴,我觉得牵制不动的 这边解释还比较舒服的就是把一个娃放在了那个电机旁边 来弦,这根弦出问题了,这根弦超出范围了,本来这根弦感觉大概率是能拉中的 那这边是等弦结束,然后一根弦再封 拉拉拉,这一波感觉这个弦的手感还没到位 解释这边凭借着自己比较漂亮的一个走位还扭掉了 弦这个东西固然穷者是通过走位扭掉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原因是取决于这边小提琴一个判断 就是两边要看两边的,就这把的话感觉就是这一个机械石它的一个走位刚好是吃到你这个拉弦的一个习惯的 比如说你是人往左一偏,然后它往右的,有的人往左一偏它是往前的,那你这个鞋就没拉中,因为你判断它是往右的 抓的话还是得抓机械石,前面的牵制时间已经很久了,对于这把来讲的话机械石功不可没 因为机械石它的几波操作非常到位,第一个就是娃娃你打我娃娃娃有反应,拉了一波对吧,虽然说没有能够拉成功 但是我这边距离是拉开的,然后把我的娃娃放在了就近的密码机,那娃娃都不,诶,诶,诶,这边这个音符吃到了 他会不会看到这边,看到可能也来不及管了,这把的话对于小丁家讲是一个要保平的一个局 好再看,来镜头给到机械石,能不能躲过这根弦,如果躲过这根弦,我觉得穷者都有机会去 早知道不看了,他前面躲了这么多弦,我觉得他的一个风格刚好是吃到了这边小丁家的,对吧,他能够预判的小B,算了不说了 起码顺发打在,不对,起码美杜沙打在公屏上 呃,那这样的话,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其实也够啊,其实也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密码机 密码机因为猫眼加50%的数据,哇,这才能点掉,然后这边这,中间这一台鸟龙的,诶,卡半久也行也行也行,卡半久好像更好一点 前方这边去补鸟龙的密码机,这边咸咸咸咸咸咸,拉住 但这样的话,要救人的话,得猫眼加,而猫眼加是用自己的输液补掉了,补掉了鸟龙的密码机,然后先至这边修的是全场最后一台 机械师往二这台,应该是不出问题能点掉,那么前锋最后来,来一波撞救,漂亮 也不是撞救,来一波撞,这波撞,撞完以后,机械师,来镜头给他,机械师,机械师只要能躲过一根弦 他就有机会,补球弄一开,没有捕到,只要躲过一根弦就够了,只要躲过一根弦就够了,这样的话,前锋来救,外面两个人修 对于小丁来讲,这里还得处理掉脸上这有半颗球的前锋,拿鞋,反向起来,无凶洞,逼一刀,逼一刀逼,好的 前锋待会儿可以撞救的,这边前锋拉开,不要给到小丁家任何机会,其实他可以选择撞救是更稳一点的 这样的话反而不好,这样的话反而不好,就是你让他救完以后,你让他挂,挂完以后,你撞救,救完以后,对吧 两个人拉开,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他并不清楚啊 刚好没有注意到这球人这边,我没有给他爆密码机的一个进度 但是无论如何,这把前锋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 有的时候就是在队友之间的一个交流上面可能会不那么清楚 我觉得他如果知道密码机能够好的话,他应该也不会这样一直头皮来干扰的 阿开一个身为马,一波撞救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上挂飞,上挂飞你可以硬帮 拦住前锋的话,这里首飞一个机械师,还有机会能盘平,还有机会能盘平 跟过来,底盘还没切,这边闲,秒,没秒掉,问题不大,那边,跑了跑了地窖 先闪了,哎,哎,哎,这地窖没开,可惜了 时间上面把握差了一点点,刚刚那边一个叫闪现一个叫拉球 哇,好帅啊,对吧 好看好看好看,两边打的都很好,两边打的都很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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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